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海綿哥的頻道,我是海綿哥 上週我沒有發影片是因為玩的遊戲都不是很喜歡 天狼島殺手雖然最近出了中文 但他3D的地圖一直要找人問話 只給2D的地圖,很多時間我都在找路受不了 所以我就沒有做這一天 迷途地牢還算可以,也許之後有可能會做吧 最後看到橘子試玩,我覺得看起來很對我的胃口 就決定是你啦,極限共和國 我下載試玩的時候已經是BETA的最後一天了 所以我玩了一整天 一開始蘇西姐,啊不是,是蘇西姐會帶我們 初步體驗遊戲練能玩到的單車 單版滑雪版,雙版滑雪版,飛組裝跟火箭飛組裝 之後會帶我們到一個叫極限三級的地方 這裡是那個線上玩家的聚集地 裡面有商店、特技學院、玩家對戰的線上賽事也都在這裡 還有挑戰木屋任務可以接 遊戲的操作除了一般的加速、煞車 單車另外還多了甩尾 滑雪版多了抓板子 還可以騎上鐵桿子 就像滑板一樣 除了一般的競速、單車跟滑雪版 還可以玩酷酷帥帥的特技 我就是想玩這個 畢竟市面上大多只有競速或玩特技 這兩種載具都可以彈跳做特技 能夠上下或是左右的旋轉 當然也有兩種綜合的大師特技 做出來更是帥度100 不過遊戲中的各種帥 根本就像骨折模擬機 真實世界我們還是看看就好 請勿輕易嘗試 那麼特技的操作呢 設計的還蠻簡單好上手的 落地的控制也有自動模式 很容易成功 也可以切換成手動 手動落地成功的話 會有額外得分 不過像我這種菜鳥 想爽爽玩的 就當然用自動模式就好了 那另外兩種可以飛的 飛鼠狀 我們來介紹一下 普通的飛鼠狀呢 只能滑翔 基本上只會越飛越低 我自己玩是覺得超級難的啊 因為貼地飛行就是它的特技 但是大家知道一路上 通常都高高低低騎乘的 所以超級難 然後有時候我在平地 不小心打開使用 就直接打開了 看起來還蠻北齊的 火箭飛鼠裝的話 就不太一樣囉 就像開飛機一樣 直接升天 它的操作感 像狙擊夜的噴射飛機 還有渦輪加速的功能 降落的時候 會切換成挑戰 在BETA測試中 我們可以玩到幾個online的模式 第一個是大規模競速 這個我玩PC版呢 是可以獻上64人對戰 但是我看其他的介紹文章 它只有說50個人 我想可能是平台不同的差別吧 64人對戰真的人超多超壯觀的啦 那這個模式呢 要比三回合 每個回合會包含單車滑雪 跟火箭飛鼠裝 三合一的 來 積分至最後加起來分數高的人獲勝 因為一開始就是64個人通事出發 所以很容易 一不小心就被人撞到山谷了 不過也可以研究 撞人的擊球 贏不了就搞破壞 也是爽啦 另外這模式呢 還加入了噴射自行車 跟噴射雙版滑雪版 速度更快 更刺激好玩 不過這個模式呢 每小時只能玩一次 所以我常常整點等在那裡 要玩這個模式 真的還不錯玩 第二個模式是特技戰 主要就是比特技的得分 BETA只有開放一個特技賽場 那這個模式是6V6的 賽場分成好幾個區域 領先分數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佔5區域 那得分的話就會變成5倍喔 我都是參加這個對戰來練我的特技啦 因為找不到那個 比較好練特技的場地 你可能沒開放吧 第三個呢是無限制賽事 我只玩過兩次 它是一個腳踏車的特技場地 那我玩的第二場呢 是在山丘上 它就有點像競速的場地 不過是用來做特技的 不過我在第一個場地 實在摔得太淒慘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再玩這個模式 單機的部分呢 單車滑雪版 飛鼠裝都有跟AI對戰的賽事 動畫有特別標出來一個 叫魔王賽事的 它有一部分的真實的廠商跟賽事 廠商比較知名的 我只認得Red Bull啦 不過Beta中能玩的主要都是一些 教學的賽事而已 然後加了一點點競速跟特技的部分 並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可能是還沒有開放 我感覺就沒有那麼有趣 因為對手都是AI 比較無聊嘛 不過這些單機的部分呢 中間那個Sushi姐都有串場演出 不知道這遊戲是不是有單機故事啦 還是說NPC只用來營造氣氛用的而已 這部分可能要正式版才會知道了 另外還有一個挑戰木屋賽事 他也是跟單機的AI一起參賽 不過用的衣服跟載具 是有點搞笑的 或是說可愛的 像是穿熊貓裝送披薩的任務 那他玩法也跟一般的禁忌 還有特技是不太一樣的喔 不過過關好像是不會拿到裝備欸 但是造型 我看每週任務裡面才有 這個部分我沒有玩很多 所以沒有很清楚 除了比賽賽事 極限空和國是個開放的世界 我們可以騎著單車到處逛 或是用火箭飛鼠裝也可以 主要有雪山森林 岩石峽谷沙漠這些風景 看風景來說是還不錯啦 路上還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生意 探索世界還可以找到地標 遺物絕技 這三個直線 可以拿到額外的星星 那那個星星玩賽事 或是單機線上的模式都可以拿到 這可以解鎖一些功能 還有拿到新贊助商 贊助商會有任務可以賺錢 那錢當然就是可以買造型喔 那遊戲新的載具主要是靠遊玩升級 然後就會獲得一些單車滑雪板飛鼠裝的東西 那最後來讓大家逛一下商店 除了遊戲幣可以買 這個遊戲感覺也是可以課金的 角色也有各種動作也是在商城可以買到 我覺得UBI把這個遊戲世界營造的很不錯 這遊戲有一種很歡樂的感覺 整個世界也是有互動的 跟其他競速遊戲一樣 它還可以得到更多的新裝備 不過因為它是大型online的世界 所以它可以秀造型跟秀各種動作給別人看 很像那個GTA的競速遊戲 它也是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很明顯的 有參考 那這次BETA玩了一整天 UBI的馬鈴薯伺服器是很有名的 不過我只有一小段時間連不上而已 不過大致上都沒有問題 也不影響遊玩 就是想要買這遊戲的人要注意 電腦性能夠不夠 因為要求感覺應該是蠻高的 我是用3060筆電 開高我覺得有時候還是會低於50張 不過也有PS5跟Xbox版本 玩了BETA後我自己學的 雖然不便宜 但是我已經很想買了 我覺得蠻好玩的 已經很久沒有競速遊戲讓我這麼喜歡 這樣內容我估計是有到80分啦 看之後正式版開放後也許 可能會再更高分喔 但是要跟微軟的地平線比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差距 但是也不是說全部都輸他啦 我覺得地平線玩家們的互動 就沒有這個遊戲那麼好 但是畫質更棒就是了 最後希望今天的內容大家會喜歡 記得幫我訂閱或按讚喔 這次訂閱加留言 抽三張Steam150點數卡 我是海綿哥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